亮哥同時講一下 中美之間 美國要對付中國的還有很多 包括美國五個工會已經要求 對中國大陸造船業 大陸造船業也很強 發起什麼301調查 45天之內要決定是否啟動調查 然後4月26號前就要做出決定 主要美國商業造船業面目全非了 所以一樣啊 我打不過你 我現在就要開始調查你 請願書137頁 當然301條款 我們過去台灣也領教過它的威力 來亮哥先補充一下TikTok 那個大陸在2020年就已經公佈了 禁止出口限制 還有出口技術的目錄 那其中有一項就是 基於數據分析的個性化信息 推送服務技術 就是TikTok 不准出售 所以就是擺明了 TikTok只有下架 那不然就是過關 只有這兩個啊 那拜登現在他的用語也不清楚 他說你必須要下架APP 那已經下載的那1.7億人怎麼辦 他可不可以繼續運作呢 你這APP過 他可能隔一陣子你就沒辦法更新了嘛 沒有更新還是可以用啊 有的沒有更新很多裡面的功能就不能用 那你就用VPN去更新了 對 到時候可能會有額外的很多VPN會賺到錢 對 那現在是這樣啦 就是參議院是讓我們靖哥講的沒錯 參議院的立場其實像那個多數黨的領袖 那個Chuck Schumer 他不願意表態 他是民主黨的喔 而且Chuck Schumer最近對以色列非常不滿 他事實上是猶太人啊 只有他對他說那台雅吾應該下台 因為這件事情會有點複雜啦 就是第一個就是 猶太人的壓力真的有用嗎 因為我跟你講他的股權 他事實上母公司字節跳動是百分之百持股 問題是字節跳動的持股啊 張一鳴只有20% 然後公司的成員是20% 另外百分之60都是美國資本的 其中第一家叫做凱雷集團 凱雷集團跟共和黨多好啊 你以為凱雷不會去遊說啊 那另外一個是 他管理的資產高達4600億美元的 犯那個太大西洋的服務公司 這也是一個美國資本 三個都是美國資本 那TikTok去年的營收 他利潤是160億美元 所以你去想一想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不要讓人家營運 那到時候中華大陸一定就是 按照他的規定來辦理嘛 就是如果真的你不能夠運作了 那這個以後你的那個技術 也不能夠再提供 那所以華爾街已經開始估了啦 說如果TikTok真的這個法案通過 他的股價會大跌 因為他沒有辦法做技術更新嘛 你剛剛講的嘛 那你認為這個會符合 美國資本的利益嗎 我跟你講美國資本並不都是猶太資本 猶太資本本身也是分裂的 事實上那個Alan Schiff 那也是猶太的一個資本公司 他也投資TikTok 所以你覺得參院會過嗎 我認為很難預測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出來抗議的都是小朋友 那接下來就不一定是小朋友 因為我舉幾個數字啦 比如說拜登你真的敢簽字嗎 目前美國因為他1.7億 大概在一半人口嘛 美國的民調是53% 主張把他禁掉 可是18到25歲 主張把他禁掉了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拜登就準備跟這些人對抗 那目前美國大概有700萬人 從TikTok得到好處 他賺到小錢 那很奇怪啦 這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美國年輕人最上癮TikTok的 是Hispanic跟非洲裔 大概年輕人裡面 大概都超過50% 然後有一些人根本就他日常的新聞 主要來自TikTok 大概有15% 所以我跟你講拜登 你如果真的簽字 你去想一想這場戰爭會怎麼打 就是這個法案到了參議院 如果他修改文字 那參議院之後 還要跟眾議院來統合文字 然後最後最後版本通過 我們假設是這樣 然後拜登簽字 簽字之後就開始等了165天 TikTok就提告了啦 他一定到法院提告 說你違反言論自由 違反企業自由等等 事實上已經發生過啦 那個莫特納 美國就一個州 他禁用TikTok 結果法院不准他執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拜登如果真的簽字 然後TikTok去美國的司法系統 去提告 那接下來就會有一大堆新聞 因為TikTok的律師會出來講話 而且他選舉了 是啊 那你拜登你就準備丟掉 年輕選民大概幾百萬票 那看你怎麼選 所以我跟你講這裡面的變數就是川普啦 為什麼川普要支持TikTok呢 因為他就想到如果沒有TikTok 那就只剩下谷歌跟那個FB啊 那兩個人都是最反對他的 所以他寧可讓TikTok還有 我們講那個X TikTok繼續有那個發言空間嘛 那TikTok因為拜登你這種態度 現在就會開始增加批批你的聲音了 那接下來這個對造船業的這個啟動301 我覺得這個沒有用啦 美國的造船業現在全世界 它的市占率是0.2% 對 中國大陸是50% 對 所以啊 所以他要開始調查中國大陸的造船業 那我就不要賣你啊 美國的船很少在中國做的啦 那我是覺得這個沒有用啦 美國造船業非常弱小啦 這個美國大概政府也不會把這個 當作重要行業 他們比較重視的還是汽車業 造船業太弱了啦 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會是一個 很強有力的聲音了 江華是要補充 這裡面之中蠻重要一點 是很多的特寵船舶 美國根本就已經完全超出它的就是 這個造船業的就是生產能量 其中包含鑽油平台 你在海上要去鑽油平台 還有呢各種的就是說 重物的這些駁船 還有很多這些相關的這些船 所以說它現在啊 這個你今天去查它 那個到時候呢 你除非能找到替代的商員 否則中國大陸就是不賣你這個船 那有很多東西 當然你可以仰賴其他的貨運業者 單純的貨船來做這些商運的服務 可是很多特種船舶 那是牽涉到很多的經濟活動 那那個美國等於自己把自己給僵死了 對 美國的技術產量一下子也都跟不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不可以聊天購健康 不可以聊天購健康 不可以 laughter 不可以聊天購健康 不可以聊天購健康 要不可以聊天購健康 不可以聊天購健康 不可以聊天購健康 你與不可以聊天購健康